比徐一真孙月还有CP感 从没见过观众哭着锁死的 真夫妻身份曝光令人吃惊 上一队让我磕生磕死 觉得特别般配的短剧 CP还是徐一真孙月 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他们俩的气质特别合 他们俩或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帅哥大美女 但是CP感这种东西就是很奇妙 只要是他俩出演男一女一的戏都特别火 观众就爱看他俩 两个人拆办之后 观众都不乐意看他们和别人搭 但现在又一段CP颇有孙月徐一真当初的势头 就是岑辉寒语童 好久没有一段观众缘这么好的短剧CP了 这两人颜值太大了 现在已经合作过六部剧了 从第一部之后都是观众高呼再拍一部再拍一部 第一部知道他们的巨势力走 你找错夫人了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没有一个人颜值 演技拉垮 演神戏 吻戏都拉丝了 之后两个人连续搭了好几部 闪婚总裁都很穷 戏精美人且会聊 得宠者 完蛋我养的小白脸是大佬 用你偷香 坠入春夜 现在看他们俩和别人演戏也有一种不适感了 像在看他们出轨 你还记得那些熬夜追的短剧吗 一幕幕的激情与感动 让我们一直磕到了天亮 剧中的CP们总会让人心动不已 有些在荧幕上演绎了让人难以忘花又狗血的爱情故事 而更让人惊喜的是他们在现实中竟然也修成了正果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几对短剧CP 看看你能猜到哪几对真的走到了一起吧 一白白猪一味微 入目无他人 四下皆是你 好喜欢的一对CP 好客的一对CP 登记了 结婚了 他们结婚了 差错 这部剧是两人的代表作 故事情节紧凑 演技非常出色 很是值得一看哟 指尖上的月光 悲情剧 呜呜呜结局让人泪目啊 长烟乱 重生 复仇 爽 啊 还与同存晖 真情侣 真情侣 只有真正的情侣才能在剧中拍出那种眼神拉似的感觉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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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又你偷香 剧中男女主角火花四剑 吻戏平凡 而且氛围感十足 看得非常的过瘾啊 哈哈哈哈 立足你找错夫人了 现代职场生活 高甜搞笑 闪婚总裁都很穷 闪婚 新婚后爱 剧情节奏明快 CP感很强 三 徐一贞孙月 逼了 呜呜呜两人不再合作了 艾雅皇后娘娘来打工 穿越剧 古代皇后穿越到现代 与冷酷霸道总裁的爱情纠葛 下次韩冰玉交扬 围绕着女主的成长与爱情故事 经历种种考验 最终修成正果 闪婚后父 先胜马甲藏不住 闪婚 先婚后爱 四 李若其沉思 愿无岁月可回首 且以深情供白头 阴差阳错爱上你 充满无悔 却又甜蜜的爱情故事 错任梗的巧妙 运用为剧情增添了波折和趣味 我和总裁互相装穷 身份互化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如何相互理解和适应 离婚后 大小姐在娱乐圈杀疯了 女主角在娱乐圈的奋斗历程 励志 五 杨眠眠鱼龙 吓到好处的不经意 是我蓄谋已久的偶然 如果这辈子我还记得你 青梅竹马路 朝北和江南南之间的爱情故事 心跳越轨 才华横溢的行侦专家和个性开朗的 你记者之间不一样的悬疑爱情故事 世界对我温柔以待 霸道总裁爱上我 大总的柔情 一 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 孙月 徐一珍 郎才你貌的短居王者夫妇 原来他俩是一个学院毕业的 他俩真的好般配 很有夫妻相 可惜两人闹掰了 从此不再合作了 一 孙月 真月CP拆火后 孙月的名气好像一落千丈 他俩逼了以后 从此短剧圈更多的当红情侣蜂拥而上 真的太可惜了 二 徐一珍 徐一珍真的很有气质 很有辨识度 拆火后的他转型幕后 尝试不同领域的发展 他真的有在好好努力呢 二 毕业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申浩南 三 申浩南 申浩南真的长得好帅 侧眼也是绝了 短剧圈里数一数二的颜值担当 演技也那么棒 三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王道铁 戴高正 何聪睿 陈正阳 四 王道铁 五 戴高正 六 何聪睿 七 陈正阳 四 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 许梦源 八 许梦源 长相甜美清新 不算上大美女 但是长相真的很舒服 温婉可人 五 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 中西 九 中西 中西的演技真的很棒 很自然灵动 颜值也在线 再短剧圈虽然有知名度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怎么还不爆火呢 六 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 谢雨旺 十 谢雨旺 七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杨绵绵杨一路 朱莫言 王燕心 王毅然 十一 杨绵绵杨一路 他长得好可爱 脸圆圆的好想捏一把 哈哈哈哈 十二 朱莫言 十三 王燕心 十四 王毅然 八 毕业于四川电影学院 白芳文 十五 白芳文 孙月席新搭档马倩倩上映新剧 养人郎才女帽简直太养眼了 你期待两人的新剧吗 千呼万唤使出来 终于等到孙月再搭新搭档了 自从孙月和徐一珍拆伙后 真的很替这两人惋惜啊 不得不承认 孙月和徐一珍真的很有富气象 俩人都不是很帅很美 但是搭在一起就是很般配 孙月离开徐一珍后 搭档的短剧名演员一个不如一个 不是颜值不够身材不好 就是演技不好 互相接补上对方的戏 表演得很尴尬 孙月和徐一珍分开后 再看他俩跟其他人搭戏 就有一种很尴尬的感觉 没有两人在一起时的默契感和CP感 徐一珍离开孙月后 搭档的男演员少得可怜 上新的短剧也才三部 这大半年就出了三部短剧作品 平时社交媒体也不经常互动 仿佛消失了一样 也不知道徐一珍现在在哪方面高就呢 其他短剧女演员都是拼了老命的小姚工作 不断上新拍摄短剧作品 几乎不怎么休息 反观徐一珍是一点也不着急啊 也不怕别人取代他短剧一节的位置 太提他可惜了 相比较徐一珍 孙月更新短剧作品的速度还算可以 不算很密 但也不少 虽说也没有出什么暴剧 但经常出没在大众视野 总归活跃在大众视野中了 让人记得他了 这部 最近孙月又搭新搭档了 剧照在网上流传出来了 这次搭档女演员是马倩倩 马倩倩也是一名很有实力有颜值的演员 科班出身的他 曾出演过多部影视作品 比如马倩倩在于徐凯 吴嘉义合作主演的古装 青春校园剧天舞集中饰演尚书千金翠翩然 也主演的过古装悬疑片妖狐转等等 马倩倩的面容清秀 五官端正 给人一种温婉而又不失活力的感觉 她的眼睛明亮有神 能够很好地传达角色的情感 这是作为演员非常重要的一点 同时 她的笑容甜美可人 给人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 从新剧剧照中可以看出来 跟孙月的CP感也是很足的 两人很般配 马倩倩的外貌条件 在演员行业中也是相当出色的 她的面容和身材 都符合演员的基本标准 而且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和可塑性 看到她的第一感觉就很喜欢她 长得清纯可人 笑容也很甜 跟孙月真的很般配了 两人都是属于很面善的淡演戏 所以真的很期待 两人第一次搭档的新剧 不知道两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这次孙月写新搭档马倩倩 俊男靓女 让人看了就很养眼 如果有很好的剧本 这次能大火的话 估计是不是就能跳出 真月CP这对情侣CP了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对于孙月这次新搭档马倩倩 你期待吗 大家一起在屏幕区讨论一下吧